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人都知道野餐的英文是《Picnic》 这个字其实是来自法文 原本的意思有点像美国的《Potluck Party》 即是每个人都带一道食物一起吃 之后才演变为在户外野餐 野餐是十九二十世纪相当流行 1802年伦敦已出现第一个野餐团体《Picnic Club》 当时野餐是上流社会的社交悠闲活动 著名画家马内、莫奈、笔家索都有画过 不过风格就真的很笔家索 据知美国中西部的妇女 为了叫骑马放牧的老公回家吃饭 就会挥动红白色的旗子 事宜晚餐已经准备好 慢慢地红白色的格仔餐战就越来越流行 还成为野餐开餐的象征 不说不知野餐曾经和政治扯上过关系 1989年奥地利和匈牙里的边境 就举办了一次野餐大会 愿意是给两国人民和平聚会 当时匈牙利和东德都由苏联统治 很多东德人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都一家大小专程去参加 最后成功经澳地利进入西德 这一次的野餐叫做返欧野餐 亦都被誉为是帕轮胃墙倒下的前奏 这一集是什么交易的 都不认为是帕车的 都不认为是帕车的 正面和平均 都不认为是帕车的 产生的野餐 很多人都不认为是帕车的